今天是每期时间4月12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微播 我是Cherry 香港城报老板古卓恒 继今年2月独家爆料后 12日在此证实 最快约一个星期会连同律师团队 将习近平家族涉滩的调查报告 承交国际刑事法院 并控告包括习近平在内的 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国政府 古卓恒12日表示 习近平家族所牵涉的企业 无论是数量 规模及金额 都非常庞大 手法惊人 他们会先集中踢爆当中两间央企的黑幕 属金融保险及房地产业务 他的团队根据一些报道和知情人士提供的资料 在深入地进行了挖掘查证 古卓恒又透露 自从公开指控习近平家族涉及贪腐后 接连收到了死亡威胁 兵临压力暴宝 但他与团队仍决定将所追查的资料 成交于国际刑事法院 希望诉诸法律处理 预计最快约一星期可实行 华尔街日报12日报道 美国已与中国达成一项 关于遏制汇率操纵的协议 如果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 可能会面临惩罚 报道援引了解谈判情况的美国官员称 作为中美贸易协议的一部分 中国已经同意采取措施 更多的披露经济活动 以避免出现汇率操纵 汇率问题一直是美中谈判的焦点 美方担心 中国刻意让人民币贬值 已有利于本国生产商出口 并消除美国关税的影响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表示 货币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我们希望确保人们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要为了竞争而让货币贬值 被援引的官员说 如果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已增加出口 该协议还可能包括对中国的惩罚 汇率操纵不符合国际惯例 而中国长期被指缺乏经济信息披露 中国政府没有披露其外汇储备的构成 也没有披露其在外汇市场的购买行为 这很难令外界评估北京是否操纵人民币 在过去一年 中国央行大体上是阻止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 这主要是担心人民币贬值过快 会加剧资本外流 从而破坏过去几年来去杠杆的努力 川普在2016年竞选时就表示 他上任后将证实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但实际是他的政府放弃了这一场 美华盛顿自由灯塔11日 在一篇报道中共网络攻击的文章中 引述了美国国会议员斯托尔特的评论 近几年来 斯托尔特先后两次询问北京领导人习近平 中美是否走向冲突 习的两次回答尽大不相同 斯托尔特说 他之前会见习近平 并问他中美是否正在走向冲突 习当时对在场的美国国会议员们说 他不相信这两个国家正在走向战争 但是在最近的一次与习近平的会晤中 习对中美冲突是否不可避免的回答是 我们会看到的 斯托尔特表示 这是一个不同的回应 中共并非寻求和美国成为同行竞争对手 相反 北京想要统治美国 这是他们打算成为政治 军事 外交 经济和其他领域的主导力量 他们正在有条不紊的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斯托尔特提醒 但与此同时 我认识到 美国政府对人权 以及生命 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潜力 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美国必须准备守护他们 星期五下午 有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的大街上点火自焚 美国特勤局迅速反应 灭火救人 白宫特勤局的声明说 当时12日下午3点15分左右 一名开着电子轮椅式踏板车的男子 坐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点燃了他的外套 特勤局人员在几秒钟内做出反应 灭火并进行急救 华盛顿市消防人员将这名男子送往了当地的医院 看来其伤势并无生命危险 事件发生后 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禁止行人通行 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目前还不知道自焚者的身份 分促清华大学恢复许章润教授 公开信发起人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李安勇11日表示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 已经有超过120名国际学者签名 而现在距离公开信连署截止日期 还有一个星期 这份公开信敦促清华大学校长邱勇 恢复许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并免于对其进一步的处罚 李安勇表示 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已经困难重重 美国的学者和研究者 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遭遇的麻烦越来越多 我们无法得到从事不同项目的许可 无法确定什么样的项目 可能会对我们的约谈或研究的对象造成麻烦 所以我认为 学术交流由于中共当局对中国大学的镇压而被压制 中共《环球时报》发表评论便解称 美国的著名学府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 也不会容忍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公开批评 李安勇教授对此公开反驳 我们一贯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 我们所有人都这么做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 也许就得不到终身教职 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学术性的 就是去评估批评分析 我们教学生对美国和所有其他政治制度的批判性观点 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研究中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4月12日最新发布的研究表明 中国社会的平步差距持续扩大 顶端群体的财政收入过去几十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占国民收入总体的比例也几乎翻了一番 成为中国收入增长的最大受益者 报告说 中国收入最高1%的顶尖群体 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据的比例 1978年只占6% 2015年却上升到大约14% 高于法国的10% 仅次于美国的20% 报告同时发现 中国的私人财富也在快速增长 专家指出 中国虽然不是资本主义 但也不是社会主义 确切的定义 尽管要由经济学家去进一步认定 但权贵资本主义应该是中国的真实写照 在这个比正统资本主义更糟糕的社会制度中 权力和资本形成了联姻 形成了权钱的利益交换 社会资源也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再分配 权力阶层可以强行征用土地 运用行政手段强行拆迁 并获得优厚的贷款进行商业开发 中国顶尖阶层在短时间内 聚敛巨大的财富 因此并不奇怪 甚至其子女也可以分析 社会达尔文主义得以充分的体现 正当美国和试图通过外交和经济制裁 迫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交出政权之际 中国和俄罗斯却公开向马杜罗政权提供经济和安全协助 上星期 中国一架飞机为马杜罗政府空运了援助物资 对此 美国白宫官员 军方领导人和国会议员 都对中国的动机深表关注 并警惕北京在委内瑞拉的举动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的资料显示 中国过去10年向委内瑞拉提供了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李查森上个星期在国会作证时说 中国正试图利用债务陷阱获得对商用港口的控制 并有异于用于军事目的 目前 美国在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驻有军队 并与委内瑞拉的另一个邻国巴西迅速拉近军事关系 白宫和国务院高级官员们说 会考虑解决委内瑞拉危机的所有选项 南方司令部司令法勒说 已经做好准备实施白宫和国防部下达的任何指令 川普在12日刊出的访问中表示 他曾经考虑提名女儿伊万卡出任世界银行总裁 并认为伊万卡也是非常合适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伊万卡目前担任白宫高级顾问 假如真的提名伊万卡 川普透露 我甚至曾想任命伊万卡出任世界银行总裁 她是非常适任的 因为她对数字很在行 他们会说 这是任人为亲 但这和任人为亲没有关系 我女儿就是这么棒 采访中川普这样的评价女儿 伊万卡相当的冷静 我曾看过她面临非比寻常的烦恼与压力 她应对得宜 这通常是遗传的缘故 然而这只是遗传的一部分罢了 川普最后提名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克拉夫特 接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任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次长 马尔帕斯担任世营总裁 欧盟领导人将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延长6个月之后 英国暂时得以避免没有协议就脱欧的危险 这也同时意味着英国必须参加欧盟今年5月份的选举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正在要求再也的工党配合 试图让脱欧协议过关 工党的开架是与欧盟维持更为紧密的关系 并可能再次举行公投 如今 认为公投是唯一摆脱困境的想法 正在获得部分议员的支持 在英国全国也获得更多的支持 英国脱欧再次拖延 新的期限是10月31日 这天刚好是万圣节 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希望 噩梦届时将会结束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微播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